抗議!抗議! 官商勇結! 採取無雙承系統! 取消自駕遊! 加入移動戰鬥! 邊行邊打怪! 還富於民! 玩完120款小遊戲! 再派6000! 要求立法! 全民玩! 用兵天下按捺! 打救香港! 香港人網大達地! 珠高市團購網呈現!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人網大達地的優惠! 真是多到我私人都介紹不完! 馬上又再介紹一個! 今年雙春兼潤月! 而且是農年! 很多人都趕著結婚生回農B! 出席飲宴的機會特別多! 怎可以沒有一套飲衣旁一身呢? 第一位! Gigal City 和人網大達地的獨家優惠! 名店香港洋服! 再預歸來只要698元 就可以度身訂造 原價2000元的男女裝洋服一套! 西裝外套加裙或褲一條! 連工包料! 手工常盛! 還有超過350款春日布料選擇! 一定有一款適合你的風格! 說實話,好像我也有兩封炸彈未查! 等我都趕快訂回兩套! 每日買的便宜一些!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網 是由香港人網大達地 Gigal City團購網贊助播出! Facebook Gigal City Gigal City 星期一 三、五 蕭生佐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事哲理 風雅少少 現在開始 有些網友不像,今天是做兩小時,還有兩部分 用來蓋住特首的辯論,因為他們會在九點半左右結束 我們還有半個小時可以繼續評論一下 當土共,他覺得自己很大功勞,回歸以來的穩定 譬如在中票,以及滲透了輿論,他們覺得西環的第二管治班底,現在控制了香港 第一,在群眾組織方面,他們是很成功的,第二,中票,其實每次投票要靠他們才會贏 第三,他們控制了輿論,就算是所有電台的封勾,網上的打手,所有東西都有 而你建制那些人是掉以輕心,從來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一對起來,就立即土崩瓦解,因為一向是靠阿爺的陰電 即是習慣了醫來新手法來將口日子太長了 其實很有趣,2003年本來是一個自由黨可以轉型的契機 但他根本浪費了九年江陰,現在才再回頭 蕭先生,這個講法其實在選舉上都很明顯反映到 他們的組織能力強 對,自由黨或是親家商界的政黨,從來都不濟 譬如以前再遠一點叫港進聯,都有些叫代表商界 最終被民建聯吃了,自由黨選舉是完全沒有實力的 即使他有錢人的撐腰,他完全沒有實力的 而公務員的那班體系,就只是躲起他自己 因為他們拿著這個行政權力 從來沒有曾經想過在民望上,地方組織上做很多事情 在政治上沒有扎筋 他們就在組織和宣傳上扎筋 這一刻他們覺得,十五年之後 終於輪到我們找一個假裝是商界的人出來 就成為Dominant Partner 這次我們就得了,就是梁振英 整件事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而我們是會保障其他人的利益不受損害的 其實他們不停作出這樣的保證 所以梁振英上去,他說我們會看著他 是不會損害現有商界的利益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梁振英這樣做,你就絕對是錯了 這個保證是已經作出了 對很多人作出了 因為他要令到他自己最終可以當選到的 必須要please fund這一班大有錢奴 但即使是錦繡先生,李嘉誠都不相信他 最錯的一件事,他以為梁振英跟商界關係很好 跟商界熟,因為他跟地下一樣 原來很多人都很討厭這個人,就在選擇這個人 出現了更大的問題 不明白 個人討厭梁振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蕭丹利的意思是說,唐英年他們選錯了 因為他們沒有想過這些土共會借勢反台 想佔上風在Annolia Line 裡面 但他們也沒有想過,原來選了梁振英 原來梁振英這個人 有錢奴這些人是很明顯的 你看見地產商的全面 在個人的程度是絕對討厭這個人 甚至公務員都對他非常不滿意 所以他們都選錯了 你覺得他們 如果當初選過 例如說,不是砌低了梁錦松 梁錦松出來,他就不會了 大家就接受了 他只會上風就 但現在有一說蕭先生說 梁錦松當初拼下他是梁振英 就是梁振英 如果當初是梁錦松的話 地產商或者有錢人的接受程度是高很多 如果他金融界出身 他想不到梁振英 那些人是寧願憎育成都不寧願梁振英 商界是這麼討厭他的 所以就出現現在這個死角 而且因為你採取上位的手法 把民望的手法 根本就是直接去鬥他們 等於是 你現在根本是採用 共產黨上台前的手法 即是打土豪分別地 意識上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但也很可悲 只是哄到四十回來 說回這些價值 你很可能跌到三十多 我問你怎樣呢 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 我不排除北京是蠢到繼續支持梁振英上 但是支持梁振英上 我可以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五年 就是香港的日子 動盪到不得了 你能服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 那些人暗中繼續跟你反對 這是玩對抗的 而且拖你後退是會拖到你不能夠相信的 隨時出現的情況 是政府 和譬如商界 地產商 是完全談不到任何事情 是玩你很容易的 梁振英是官腔得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於是第一 就是沒有了那個對話 其實跟泛民的對話都完全中斷了 梁振英 就是這樣 而他為了要交代 他一定要鎮辣一下 於是所有人都一定會吵 哈哈哈哈 而現在大家知道 你梁振英 因為你改了你的土共 改了那個遊戲規則 於是大家就造成了一個很壞的例子 大家不停去北京告遇狀 大家鬥花錢在北京 五年後再反台 即使你現在給了梁振英 那誰在北京這班跑得好呢 即是真的要跑黑 那你未必跑得贏五大地產商 哈哈哈哈 尤其是你現在 哈哈哈哈 其實看到地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誠信 已經破裂了 這個選舉裡面 是啊 現在ATV去到52比46 是啊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根本梁振英 是not governable in the sense 他的民望長期是5% 就靠這些手段打上來 他是不穩的 他都在很多stakeholder手上 他是不可被接受的 而那班人只不過 不是普遍的人 他現在爭取了普遍的人 公務員 這個精英 你沒有了這班人的support 是怎樣加分這個社會呢 我説這些是他不能夠做的 他第一能夠做的就是鎮壓極端 即是激進民主派 就是人民力量 哈哈哈哈 就是最 prominent 又有召召力的 就是人民力量和香港人亡 是啊 所以我呢 是作出了這個打算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呢 我是不會作出任何的退讓 也是不會走的 你明白嗎 我就看看梁振英可以做什麼 就是這樣 這個維護香港人的生活形式 是我最大的使命 就是這個 嗯 是不是 嗯 那小心 預計一下他上台之後 除了打壓的少數人之外 還有什麼搞作呢 政治上 你覺得他在政治上有什麼搞作 不是啊 那個問題是 這個人 不但只是 這樣的問題 不但只是一個獨裁者 還是一個 我判定他是一個 無能的獨裁者 很糟糕 這樣就很糟糕 這個是最糟糕的 是啊 其實他做過什麼 沒有 他是沒有 他態度惡劣 你知不知道 我早就告訴大家 這是召喀馬叔 從來所有事情是指上談兵 一做下去就碰釘了 因為大家要再次重新 梁振英 由他97年當選 董議員找他做行政會議召集人 之後他從來沒有為一個政策 護過行 或者是壓過下去 或者是推銷過 當然他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所以不需要這樣做 但即使你想不到 究竟他是代表哪一個政策 是沒有的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他知道 他一壓下去 隨時 一扭反過來 他就會文忘落 所以他一到這十幾年來 從來都是被 就算你說韓英年多麼無能 什麼都好 其實他做局長 做財政司司長 做政務司司長 都曾經是把他自己的聲望 或者他的推銷手法 壓到某幾個政策上 所以這個就是證明 梁振英 其實根本上是從來 是沒有真真正正去拿著一個政策 或者拿著一個司政去做任何事情 而絕對是亂說 就是只說 只說 如果作品比賽厲害的話 你一定不夠 就是世界小者厲害 就是這個世界 你說一個偉大的理念 出來 真是用不肯意 但是怎樣做到世界學習 現在我在問你 這是一個問題嗎 還有在這麼多人的反對裡面 就是說有一個黃道的手法 有一個霸道的手法 我只是用一個角度去看 你選擇誰做政務司長 你就知道他面對的問題是怎樣 他民望這麼低 他開始三十幾 曾蔭權和董建華是七八十的 你知不知道 三十幾是很低 他現在是 經過今晚的辯論 再發鬧兩天 他是低於曾蔭權的 而曾蔭權是去到他文貌最低的時候 在七年之後 因為董建華雖然他那時候沒有楊鐵梁 大家上了台頭幾個月 是七十幾八十個巴仙的支持率 而同樣的曾蔭權對梁家傑的時候 他都是以七十幾對二十幾去贏 但這次梁正英真的只有三十幾個巴仙 不夠四十 而另外那些人還要堅決反對 那些人還要堅決反對他 他跟民主派根本是死敵來的 你明白嗎 這樣怎樣統一 一個霸道的方法 最怕這個人還要堅決來 是意圖撤換公務員系統 這個是死得更可憐 你知不知道 那一定會死得更可憐 這個一定會死得更可憐 即是你覺得沒有工具 董建華就是這樣 頭五年覺得施政不行 於是就改文責制 就是炮制公務員 一炮制公務員 就死得更可憐 我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要用什麼人去換這班公務員呢 香港那班AO有100個不好 都比你大陸派下來的人 大陸式官僚統治香港 會產生一個怎樣的效果呢 即是連公務員不服 普通市民都不會服 而香港是一個open society 大家看看香港的開放社會 於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roll back開放社會了 產生寒蟬效應去恐嚇一些人 拘捕一些人 恐嚇一些人 即是抓林康正 江家 即是... 雞家 即是硬亂來的嗎 要造成一個社會上的白色恐怖 產生寒蟬效應 好了 到這些人不敢出聲 即是譬如說 一定要打兩個人 即是打李柱銘打黎智英 這樣就很多人都靜下來 是 但是香港能不能夠付出一個這樣的代價呢 這個代價實在太慘重了 這個代價實在太慘重了 即是我們是 是因為 梁振英 和這些土共最近做的事情 是造成我們需要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 我看不出我們為什麼必須付出這個慘重的代價 在一個這麼高壓的情況之下作出反抗 不需要的 我覺得等多幾年共產黨已經倒台 等多幾年 因為難得2020的蕭先生 你經常這樣說 是啊 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付出一個血的代價 這個就是 你現在逼我們要付出這個血的代價 好了 現在ATV的現場民調是 51對47 是啊 哈哈哈哈 上次呢 你不要忘記了 上次呢 是四十幾比 十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很驚人 但是現在繼續是去到九點半的 這個特首辯論 看看究竟會不會 好像上個星期五這樣 是最後十五分鐘 唐英年就自殺式債蛋 哈哈哈哈 不如這樣吧 我再說一些判斷給你聽 北京是答應了 不強硬拍下去的 所以我相信他不會強硬拍下去 第一 第二 曾鈺誠是一個黨性很強的人 他星期日說的那些 如果沒有permission 他是不會說的 是一定是有一派叫他說的 他說溫家寶其實是插梁振英的 是啊 哈哈哈哈 他說要搞公平公開 就是不是搞陰謀詭計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哈哈哈哈 能夠搜集這麼多人的黑材料 這麼多的傳媒配合 這麼systematically推出 就是因為土共有這樣的網絡 你明白嗎 沒有別人可以做得到 而這個最可惡的事情 就是梁振英 將這些不君子行為 全部外判 就是這樣 政府 即是普京 政府沒有去殺人 派黑社會去殺人 這個黑社會不是政府 喂 劉夢雄跟你怎麼能夠切割呢 你是沒有譴責到劉夢雄 把所有不君子的事情 全部外判 就當是跟他無關 先說兩個歷史的故事 其實毓民周末的訪問 都說 當時他封咪 還是有少許被社團背景的人威脅 他說其實這是一個開始 還有大家記得一件事 劉武雄是怎麼起床 當年反領會那件事 他硬動完一班人 去反示威 喊打喊死 喊打喊死 這些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而這樣的時候 他騎著民粹上場 他會做更多民粹的事情 首先第一 而那些民粹的事情很多 是挑戰basic的人權和自由的 譬如雙非孕婦也很愛用的事情 就是尊重這些民粹的事情 而Basic上這些民粹的事情 他們就是外判一些 愛港力量之旅的 你們跟你們打 這些完全是納粹黨的手段 沒錯 很typical 但是蕭先生說說現實的情況 如果連曾鈺成 這個這麼強的黨黨的人 都似乎在他們民建聯 甚至在工聯會裡有一排 是堅決反對梁振英的情況之下 究竟阿爺... 即是范徐麗泰出來又說流選 也是有人拆他腰的 所以北京絕對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 而蕭先生如果北京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 梁振英真的過不了600票 尤其是文莫拉近了 有什麼證口說 而李嘉誠是一錘定音壓下來 要逼商界那邊一定不准轉 而現在其實最危險 是不是泛民那些人 突然有幾十票出賣 郭先生你說了這麼多 CY上台之後的情況 如果CY做不到特首 他的情況會是怎樣 他在香港是無立足之地的 真的 NOW台的即時文議 梁振英是34% 何真人2% 和英聯是20% 這個是不同的 NOW那些可能應該有 第二個選擇被人投 即是所有人不支持 由意 NOW之前那個 如果沒有記住 是41對18 之前的NOW 現在是34對20 蕭先生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上個星期五你也有說過 那個所謂的Promise 如果梁振英的民調 如果梁振英的民調 不高過 中央呢 可能會放封出來 或者 他支持范翠麗泰 或者曾鈺誠那邊的土共勢力 就更加更大的聲音 就出來說 其實流選也沒有問題 令到 民建聯和工聯會的三百多票 拍不到下去 那就站在那裡了 那這個你怎麼看呢 蕭先生 那就是 另外一點 為什麼不敢拍呢 是拍鏡拍下去不靈 哈哈哈哈 那就要負上政治責任 是啊 你知道 如果不強硬拍 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 民建聯和工聯會 去挺糧 一致去挺糧 如果這樣做的話 是夠票的 700票左右 是夠票的 但是這樣 這樣幾個月後 民建聯和工聯會 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沒錯 尤其是二十三條那樣 是跟他們有關的 你當然是主張 因為我們主張鎮壓 變成立法會選舉那一刻 就很糟糕 如果不是 是不是可以暗中去支持呢 又不可以暗中支持 你看見 那些電郵都爆出來了 是啊 因為他的陣容裡面 有些人是反應的 你明白嗎 即是有人 是將這些電郵 是不知道什麼哭訴 還是怎樣 是爆了給蘋果的報告 和聲道的報告 是說明有人 證明那些人 就是挺堂的那些人 似乎是堅決在內部 都要抵抗到底 所以蕭先生 就怕一拍下去 都拍不到的話 那就糟糕了 這樣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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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是secret ballot 始終有個大變數 我經常都講 一個很typical的例子 給大家聽 就是 蔣介石都拍不到 副總統選舉 才被李中仁贏 是 這是你趕快說 哈哈哈 所以其實 就不用說了 就是這樣 人歷九月 可以著數 但是如果不拘捕去 坐牢的話 就是這樣 哈哈哈 所以這個 剛才說到勇者無懼 就是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的抗爭 哪些人是做公民抗命的呢 是有 不可以叫不懂死的人 一定要講清楚 所以說自心而湧尋 你說一下 這個 蕭先生 你正在說 我們如果真的做抗爭的運動 是必須要 將理由講清楚 一定要將後果講清楚 要我們相信 跟我們一起 例如將來會走進去警局 甚至走進去監倉 那班人要清楚 知道其實 你是經過很深思的熟慮 知道 究竟你為了什麼 大家知道 其實是很折磨的 很辛苦 亦都可能會用錢 亦都要明白自己為了什麼 而這支 所謂 剛才師生所說 你整套體系 都已經想清楚了 才好去面對這個挑戰 不要用匹夫之用 要不然就很容易被人打殘 不要教所有年輕人說 你衝就是英雄 尤其是千萬不要用英雄主義的考狀 我覺得 人民力量 在去年七一 現在他們有十個人被捕 甚至被檢控 其實這件事也反映了當初 我們為什麼 在最後兩點多三點的時候 知道會有拘捕行動的時候 是說明的 大家想清楚 警方應該是會拘捕 如果大家不走的話 如果大家明天要上班 或者家裡有人要照顧 所有事情 如果大家有任何猶疑 都應該要自己離開 那時候我覺得這個做法 就是代表人民力量的最終立場 大家要知道 其實 如果出現這樣的社會 反而 就是中間的反對派 是無立足之地的 社會會迅速分裂成為兩翼 就是這樣 沒錯 永遠就是兩翼極端的 如果出現更加激烈對抗的話 隨時就會 例如現在大約10至15% 支持比較激烈的行動 隨時拉上25% 甚至30% 然後另外 一出現這樣的情況 保守那邊 就會更加強烈 中間本來都沒有所謂 就會反而支持 政府要強力鎮壓 或者要走一些Hard Line的路線 可能那裡就有50多 甚至50多% 那這群人一夾 中間那些人都會夾死了 夾死了 這些每一樣東西 都是他如果當選之後 所產生的大的後遺症 所以我一向這麼嚴重地 警告大家 CY的危害性 就是你不能夠這麼原教旨主義 認為小圈子選出來的 個個都一樣 這個絕對不是一樣的 有些人 我做一下反對派的角色 那些人就說 其實堂堂上學有什麼用 他就像曾蔭權一樣 第一,什麼都不做 第二,政策繼續傾斜地產商 那我這些窮的人 沒有東西輸 又一樣被他們壓迫 更加上不了樓 或者武傑 計不到前途 那其實是否應該拼一拼呢 不是,你是不能拼的 為什麼呢? 第一,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他們會對付地產霸權 要不然呢 他所採取的政策 是會比唐英年更保守的 要哄他 因為經過這次的驚嚇 地產霸權 已經有很多地方會低頭的 即是規管一手樓 他們覺得不作出社會性讓步 是危險的 很容易被人連根拔起的 如果他真的去對付地產霸權 你猜香港的翻天覆地 會造成怎樣呢? 經濟打擊會造成怎樣呢? 大家不要忘記 2000年至2003年 我們不是看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不是看主觀去看 你買不買到樓的問題 是2000至2003年 香港燒炭跳樓的人 是擊升了三倍的 你是否覺得這些不重要呢? 第二,就是 就是,就算你今天買不到樓 或者貧富完全差距大 但是你也是一個自由的人 這個聖經說 魔鬼,Sherman on the Mark Tempt Jesus Christ 就說要給所有東西 Jesus就說 Men do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我們不是完全靠物質生活而存在 人的尊嚴和自由是很重要的 以及我們沒有fear是很重要的 當你今天在這裏 得罪了 你不怕他就會找警察去找你 你明白嗎? 即使你得罪李嘉誠 都不覺得你會有警察去找你 這個男人不可以擺明 以前香港警察 我可以告訴你 知名人士 是先拘捕的 抄牌先拘捕 你坐在Rose Royce 你死定了 你明白嗎? 他很高興抄到你 是賣告示 他覺得很威風 你明白嗎? 千萬不要搭檔 警察拘捕你 你一搭檔 就拘捕多些 現在還是一樣的 其實 你是不是想這種社會 不再存在呢? 阿市的民調去到50%對48% 阿市應該是挺糧的 竟然都會出到免修 對阿市是完全挺糧的 沒有的 如果你真的用 独立公司去做 其實真的很難說 有2%是挺你的 有些人說唐加唐B 都要變成50% 如果梁振英剩下50% 就已經不夠多了 所以蕭先生 你始終覺得 如果真的被你選 最終 其實呢 寧願選唐英年 因為他不會對香港最關鍵的價值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那一派的觀念 就是 你知道整個香港的命運 和香港的希望 都是說這件事 如果你要大有為政府 一定要先民主 要不然 就只會撞板撞到哭 這些就是黃莫 你明白嗎 召喀馬叔的行徑 你明白嗎 是執行不到的 任何good intention 何況 你還未必有good intention 何況 這個 當然 梁振英的人品 是非常值得懷疑 其實他是很喜歡 管理的 其實是 你要明白 這是大陸的官的款 就是 他一上台 真的變成了共官治港 大家想想想 如剛才所說 他是一個沒有才能的人 即是一個沒有品的董建華 其實如果給我機會 有機會 質問 梁振英我會這樣開頭 我說 梁先生我不會問 你是否共產黨員 停一停 讓他以為 原來是自己人 然後才說 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言行 你的顯示用字 你的思想 已經始終是共產黨員 不是的 我叫他大狗 如果他有機會說話 結果他們採取方法 被人趕中 其實我有一招 我叫他 就叫他做梁振英 同志 看他怎樣 服辭 他一定說我不是共產黨員 你自己說 你對號入座 因為同志 我覺得你可能是基 香港普通人都想起是基 只是你想起共產黨 你自己對號入座 這個 不一定說 國民黨也是叫同志 這樣 合不合 但 大家再說一次 如果剛進來的 我們今天是家時一個小時 你說阿爺其實不敢拍板 會不會甚至去到嚴重點 其實 我是不明白 阿爺如果是強行拍下去梁振英 將做了30年的統戰 撕裂 然後打算彌補 政治上是這麼幼稚 我很懷疑 其實有一點光纜望色的決策 在後面 其實可能北京上面說 慢慢是要將這個 中資慢慢取代華資 但中聯辦一演繹 就變成了 我們可以盡快把華資取代 結果就糟糕了 不是 你知道北京的interest 不在這裏 有些人的陰謀論就是北京想 不在這裏 不在這裏 這是絕對錯的 如果共產黨管了香港 香港就消失了對他們的利用價值 香港是穩定第一的 這個胡錦濤的名句 不折騰 即是你不要找些事情來搞 根本就叫做找些事情來搞 所以 旭敏也說過 溫家寶是指戚梁振英 是有些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那句 串串山河 串串金 香港是這麼值得 重視的地方 但是後面那句 就是跨離分裂力誰任 是誰搞得他全散了 是香港那些土共 勾結了裡面的某些派系 造成一個難以收拾的局面 先把唐英年的聲望打到全散了 現在人家又打到CY的聲望 都散了 我問你怎樣呢 你一向只有5% 你根本是水中的 這些是浮光亮影 你的民調民望 你沒有Stakeholder去支持 好 這一節休息一會 但據聞唐英年打算爆料 大家看看電視 然後回來最後一節 看看電視 不停地在笑 然後又不停地在哭哭 眼睛都中了 但是真的很好看 導演拍得很好 因為這次他拍的 曲奇幅那樣的好看 曲奇幅那樣的好看 所以這次也很 很 Into tears 看了也有共鳴 也會想起以前讀書的 有開心有 好 何俊仁 是 唐英年的指控 是很嚴重 我那天聽到大家都會 眼睛 口呆 聽清楚什麼事 很清楚 一個說說是有 另一個說沒有 那就隨便一個說謊 但又隨便一個做特首 多大件事呢 我們怎麼去審誰說謊 不知道 不過似乎 唐英年大膽一點 還要去告人 現在 因為廉署用告人出來私信 我不知道你的膽識怎樣 是不是應該找個人獨立去看看 這個大家香港人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我特首的誠信 如果廉署不看 法庭不看 應該都會找個獨立的調查委會看看 究竟誰說謊 是不是 還給香港人公道 知道我們究竟的特首 將來 是不是一個講謊的人 OK 我提醒大家 剩下多少時間 因為還有一條問題 梁先生你剩下28秒 何先生剩下27秒 唐英年剩下1分24 那 我看看這條問題問什麼 放個畫面出來給大家聽 放個聲音給大家聽 這段最重要的 你們三位之中 其中一位做特首 放個聲音出來 會不會是西環治港 誰想先答 誰想先答 梁正義 我剩下28秒 很簡單地說 基本法賦予香港 高度自治 這是我二十幾年前 和大家一起 參與香港回歸工作 一個重要的核心使命 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法律的一部分 我如果成為行政長官的話 我會堅守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多謝 好 何俊仁 我真的有點擔心 梁先生當選之後 就 不是西環治港 可能最怕是黨人直接治港 真是更害怕 你真的有機會 不過問極理也不會否認 因為大家知道這些事情 什麼叫秘密黨 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真是香港人是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我希望呢 我希望 大家看清楚 中聯辦的干預 是很清楚的 大家要努力一下 為每一個兩制 高度自治 唐英明 在我的開場發言當中 我有解釋了 為什麼我當日發出這樣的言論 因為我認為公眾利益 是凌駕於有保密的要求 所以我作出這樣的言論 我亦都願意承擔一切的責任 但是對於梁振英 對於梁振英 於梁振英